根据房地美10月27日公布的数据,在美联储大举升息的背景下,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平均利率本周超过7%,为超20年来首次。 数据显示,30年期指标利率均值从上周的6.94%跳升至7.08%,较去年同期增长超一倍。 美联储今年已5次加息,其中3次连续加息75个基点,已遏制40年来最高的通胀。 美联储官员预计,到明年年初将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4.5%左右。 专家们表示,如果美联储仅靠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,将对美国社会产生负面影响,因此对美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。 分析认为,随着美联储继续积极加息以抑制通货膨胀,美国抵押贷款利率持续飙升,导致住房投资下降。 与此同时,占美国经济70%的个人消费支出第三季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季,暗示消费增长疲软。 华尔街日报对经济学家的最新调查显示,随着美联储加息,经济放缓以及雇主裁员,预计美国将在未来12个月内进入衰退。 淹水灭。 投入衰退避炭地祭屋、手放入衰竹了,几か 뿐만先生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